领导如果想毁掉你 有多简单呢 辞退你 还是抢你功劳 如果你只能想到这些 那你一辈子吃不了四个菜 高段位的领导想毁掉你 他只做一件事 就是不断的否定你 他不会表现出任何的情绪波动 他会耐心的 客观的 冷静的去否定你 当你跟领导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之后 就可以开始了 先去否定你很多微小的行为 接着去否定你的能力和学历 再去否定你的工作业绩 再很点 会否定你的性格人品 期间 如果你提出任何的质疑 他不会发火 甚至是仁慈的 带着一颗远远的心 跟你说 我是希望你能快速的成长起来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最后 他会造一个机会 突然间爆发 高盛的入马 再然后 他会和你再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说公司打算重点培养你 之类的话 骗取你的信任 然后再重复以上的举措 叮成一个循环 从此以后 领导不需要跟你说什么 你就会自我否定 变得多依多虑 瞻前顾后 甚至下意识的去 排斥所有美好的事物 领导也为你成功 制造了一个敌人 那个敌人就是你自己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在谋杀 这就是职场 最高级的毁掉一个人的方法 因为他们懂得多 他们是过来人的 所以 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伤害你 希望你们永远都碰不到 这样的事 如果遇到了 赶快跑 如果你不跑 我用擦车插着你跑 你不要继续 我会过来 重新人 保持转